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人包括岳飞 文天祥等等 这些人确实称得上是大英雄 比如我们所说的岳飞 他率领岳家军抵抗外族的侵入 让当时的国家不至于灭亡 打出了国威 打出了民族气节 这种为国为民 破甘屈辱的爱国情怀 确实令人非常的敬佩 从这一点来说 他不愧为民族英雄 而这些大英雄所拥有的这些民族大义 都是我们的先辈一点一点传承下来的 正因为有这样宝贵的精神财富 才让我们在面对日本人侵略时 变得异常团结 涌现了很多为了国家 为了民族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大英雄 正因为这些人的存在 我们最后才赶走了日本侵略者 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那么为什么专家认为这些人不是民族的英雄呢 他们认为为行打击雄奴 越飞抗击 文天想抵抗权仇 这些和汉族发生过战争的人 现在都融入了华夏 如果说以前打战 也只不过是内部的问题 所以他们不算民族的英雄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 他们给我们留下了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 凭这些东西 难道就不可以称呼他们为民族英雄吗 不过专家还说了一句话 这些民族和我们是同根本 而且同源 就拿匈奴来说 本来他们和我们是同一种族 后来因为和我们有了矛盾 才逃到了北方 而且匈奴 人说的还是古汉女 从这一点来说 专家确实令人百口莫辩了 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 返回搜谷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